出早事了 今天有大葱 蓄力红 香菜 两袋土豆 还有茄子 一袋豆角 然后柿子 还有大白菜 大哥一早上给我来两盗柿子 一盗茄子 给我开钢了 现在菜越来越少了 香菜就三把 三个香菜 一把五毛钱卖给大哥 这白菜开过就烂了 我家这白菜 那必须的 我家天天在这 没说吗 要是不好 你都来找我来 我家天天在这 这一棵是三个钱 这一棵 这有四斤 开张了 感谢大哥 感敬 谢谢 大哥拿两盗柿子 谢谢支持 一伙这家娃人还卖没了 我这个早上有一个人 约我开车 然后我妈今天又来了 看一看这大白菜 我这都卖了一部分了 我妈又拿了点小豆 给大家看一看 可费劲了 这个每一个扒出来 一个假一个假扒 这个小豆可不好扒的 看一看 这个小豆 这皮薄 大多 就这个东西 沙特别多 咱那个好多 就是那个月饼馅什么的 都是八卜洲里的全用这个 这个是小红豆 这个呢 好多人已经定了 然后呢 我就不准备卖了 一会都给拿走 两块大哥 两块 看一看 这些小红豆 这都是新下来的 我妈的家不饿呀 饿了又不饿呀 哎 好不容易挑出来的 这些 这都收起来 我家这新豆 卖八块 然后还有那个 也是拔个小 那个银豆 这些小豆也是八块 看我妈的鞋呀 过两天我就给你买双鞋了 你买一双鞋 你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一双 你知道你的鞋 咋我给你买那双鞋 你咋的买小的啊 行到两块两块 你看我妈的鞋 啊两块钱的一捆 那一斤多的 我两年前给我妈买的鞋 我妈说穿不进去了 那脚啊 胀了肿了 到时候还得给他再买一双 哎 这老太子 今天我不能陪他卖的 今天我妈自己在这了 十四点 这小云豆可好了 对 这小豆 就是打打出来东西豆沙包 打得可好了 三块五 阿姨 找我还不找你 啊你找我 转转转转 找两块 等我找一下啊 妈你宰这块吧 你也不给这马拿出来 你藏起来干啥呀 好嘞 谢谢阿姨 你尝尝这小豆 谢谢 谢谢 这一早就给老太太糊上了 血绿红 大白菜 还有葱哎 谢谢啊 还有葱 这点玩意 我妈宰这比我卖的快 就那一刀四块 哎谢谢姐 谢谢支持 吸了呼噜噜的 就这点玩意 嗯 嗯 嗯 通 姐两个钱 两个钱一捆 啊一捆两块 就那点都净通 啊从回席就已经光彩扒了 嗯 大白菜三块钱一颗 两块钱一颗 靠 妈一来了之后比我厉害 后面这两块 前面这三块 小豆八块钱 看我妈收着大红票了 嗯 找钱的 一会儿给那红票你揣下来 啊 哎 今天呢 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卖这么长时间菜呀 呃 也设住这几份 但是没有一个给我送钱的 有好几次啊 就是说呃 说没带钱吗 然后把这个菜呀 先拿走 第二天 第三天都没回来 然后呢 今天非常让我感动 我都忘了 昨天一个大娘 买了一个茄子 买了一个柿子 一共是六块钱 六块钱呢 我说你先拿走吧 他说他下楼着急忘带钱了 我说你先拿走吧 第二天说实话我真忘了 然后呢 人家阿姨给我送钱的时候 送了十一 我都蒙了 他说找我五块 我都我都蒙了 后来我才想起来了 是昨天我赦给他 真的 有的时候真是好多呀 我家这茄子蒸着吃 一点水都没有 这炖着吃好好吃 大葱两个钱一盒 马上就没有了大葱 还能卖两天 来两盒大葱 哎 好嘞 谢谢啊 谢谢支持 哎好啊 阿姨 一会儿你来球啊 给你搁这儿 妈一会儿你来球啊 先放这儿 哎 叔又来 还去来支持 谢谢 是 天天支持咱俩 两块钱 叙利红 没事 一会儿我 我告诉他 您放心吧 哎 两块钱啊 阿姨 好嘞 妈一会儿 这土豆你给完钱了 一会儿阿姨直接来 月份吧 能傻 我家就养两头 四月份养的 行 鞋子三块钱 鞋子两个给你五块 马啊 马在那儿呢 这一早晨七户吃的 我妈来了之后啊 比我厉害 这拿啥了 哎 好嘞 红豆八块钱阿姨 这是新豆 刚拿下来的 对啊 这一兜是一斤 刚下来的 我妈这连夜扒的呀 在家 您看看 好拿这一斤 啊 就这一斤了 没有了 八加五十三 哎 这新豆就这一点了 没有了 一共就家里就十斤 姐也来一 来一兜 啊 大葱两块钱 那个是三块的 对吧 哎 好嘞 正好 正好啊 哥 等会儿我给您拿个袋啊 再见啊 姐 啊 十三 给了 小云豆也卖了一个八块 然后大葱再来一管 找三块钱 找三块钱 两块钱一块 哎 谢谢哥 大葱 哎 阿姨 谢谢 谢谢 这那个给的籽 哈哈 又拿了点自己家留的那个籽 然后回家到时候我家种 哎 大葱也没有了 快 哎 姐 好嘞 等会儿马上 两块钱一捆 哎 姐 好嘞 哎 正好啊 姐 这家姐给买两块葱 要给四十四 你错了 没事 错了咋也能给您 哎 好嘞 两块蓄力红 哎 谢谢阿姨 现在还是两颗白菜了 蓄力红 也快卖没了 你看 还找一块钱 哎 谢谢阿姨 谢谢这次 然后还能放两天 然后那个红的先吃 大哥一看就是掌柜人 就在后面指挥就行 拿主意 解这 购物的 采购的 啊 白的两个钱 那这个给你一块五 那个两块 啊 这玩意 你这么小 你给你两块钱 自己我都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 该打这打的 找您红毛 啊 一码是一码 哎 有有有 给您拿个袋 拿个袋 哎呀 人姐 在我家买的 还给我省个袋 感谢啊 感谢 哎呀 这你看这一个袋 一个袋不起眼 这这一口袋 六七块钱 你说 真是感谢啊 我妈一来啊 比我厉害啊 比我招财啊 很厉害 就像这些 游戏完事的 小豆卖没了 家里还剩吃来今儿的 这个 我说卖我家的 这个小云豆嘛 然后呢 就有小伙伴啊 私信我 然后想那个 要一点 还有那个 特别小的 那个小小红豆 就是像做豆沙包 呃 那个特别好 然后呢 今天呢 呃 我跟我妈说完 我妈连夜 这个昨天 把这个东西 炕好了之后 薄出来了 然后呢 今天呢 就薄出来五斤 呃 还有的那个 蜜干 所以说还得继续 这个炕一炕 因为它叶子啊 太湿了 导致它这个外皮 又有点潮 它里面啊 都已经湿了 就是成熟了 一会啊 这个给小伙伴发走吧 给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小 这个是小红豆 看一看 打开两袋啊 这每袋都是一样的 这个特别费劲的 在玉米港上长的 然后这个 这不不用查价条了吗 今天没有出完走事 然后就急急忙忙走了 因为啊 有一个大哥约我 然后呢 去机场 跟人家定好时间了 七点钟 如果要是晚了的话 人就赶不上飞机了 所以说呢 就让我妈来了 我妈来了之后啊 比我卖的快啊 可能大家都看 我妈不容易 有的呢 是好心捧场 有的呢 是我家的东西回头客 不论什么时候 就是都会捧我家 买我家的菜 有好多小伙伴说 我能说 然后呢 有亲和力 嘴也甜 其实啊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不论什么时候 咱们要以一个感恩的心 去对待 每一个买我菜的人 因为啊 这个菜谁家都有 他能选择相信我 能买我家的菜 然后呢 他回家吃着也好吃 真的 我就挺感激了 再一个 这个话就说回来了 我记着我 从两岁半开始 就跟着我妈 赶猫流车 然后卖菜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家就是 不去开菜 也是走街穿巷 这样能多正点吗 我家那时候 有个猫流车 就是一个下沉的斗 然后呢 一个筐一个筐 这一个斗啊 能放六筐 我就在一个其中的空筐里 然后给我盖上 我呢 就在里睡觉啊 干嘛的 有人买柿子啊 买黄瓜啊 就是愿意兜筐看着吧 一看 哎呀 是个小孩 有的人还质疑我妈呢 说那个 我妈年龄大嘛 然后这么点小孩 是不是拐骗的呀 其实啊 我妈就是说 生我比较晚 我哥你想想都52了 我妈72 对不对 我是家里最小的 所以说那时候就特别 耳朵目染 我妈卖菜啊 我就跟着听 跟着学 人家知识分子的家庭 这孩子呢 就是跟着学钢琴呢 跟着学教育啊 我呢 是跟着卖菜 希望大家啊 不要学我 就是说因为啊 这个没有啥学历 学历也不高 所以说挣钱也费劲 只能出土大力 挣点这个辛苦钱 希望在座的家长呢 还是以重视教育为主 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发展 我妈就因为我 这个能安享晚年的时候呢 却不能安享晚年 您看她的鞋 再看看 就是这么大岁数 还奔赌了 为了我呢 还债 其实我 看着挺孝顿 挣不着钱呢 让父母跟着受罪 是最大的不孝 希望今年呢 我能多挣点钱 给大家代购服务好 多挣点钱 让我家里啊 改善改善生活 也谢谢大家 常进来对我的支持 信任我 让我代购咱们 哈尔滨的特产美食 哈尔滨红肠 谢谢大家 还得出车啊 不多说了 再见